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 基本就已经决定走向了 尤其是皇室成员的哲树尊卑更为明显 所以我们看到的宫斗剧中 那些皇后 妃嫔们为了上位 几乎都是不择手段的 可以说 很多坐上那把龙椅的人 手上都染满了鲜血 明朝作为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 自然也不例外 尤其在明朝初建时期 为了巩固江山 朱元璋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在封建王朝统治中 历者历长是亘古不变的祖训 尤其在皇室这一点更加讲究根红苗正 朱元璋打下江山后 自然是立与自己一起同甘共苦的马氏为皇后 而马皇后的大儿子朱彪 顺理成章 成为了哲长子而立为太子 但朱彪命短竟然先父亲而去 朱元璋 在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 因为哲长孙妖哲便立了哲次长孙朱允文为太子 由此而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要知道朱元璋还有那么多儿子活蹦乱笑 虎视眈眈的听着皇位的 朱允文被立为太子 朱王心中多有不服 但趋于朱元璋的皇位之下不敢造次 但朱元璋死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虽然朱允文顺利登基 但同时也面临朱王造反 而其中的一个王叔朱棣脱颖而出 成为造反中最强大的势力 最后在朱允文在位的第四年时 朱棣发动静纳之意 把自己的侄子撵下皇位 自己坐上龙椅 朱棣坐上龙椅并不十分光彩 也许是心虚作祟 为此 他销毁了一切与朱允文有关的信息 让自己的皇位显得名正言顺一些 可以说 朱棣虽然登上了皇位 但对朱允文恨之入骨 面对朱允文的失踪 他派大量人马去搜寻 然而 在朱棣晚年终于找到朱允文时却没有杀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朱 棣登基后 仍然沿袭父亲秦典节约的传统 把江山治理的有模有样 历史上有名的永乐盛世 就是出处他的大手笔 永乐大典更是流传后世为人所称赞 在明史中记载 即位以后 功行节节 水汉昭告西镇 无有佣蔽可以看出 朱棣在皇位上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朱棣勤勤恳恳打理朝政 但被他撵下皇位的侄子 按朱棣的性情 是必然要杀他以绝后患 但朱棣在得知手下查到朱允文消息后 与手下聊了个通宵 由此看出朱棣当时的心情 是十分复杂而又纠结的 但最后可能是血浓于水的心情 战胜了朱棣的冷血 由此 而放了朱允文医吗 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朱元璋有的交代了 皇室的背后 永远充满着理性 冷血与无情 每个在位的皇帝 都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不择手段 可能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如果没有朋友还知道一些其他故事 是否能来一起分享下呢 参考文献 明通见卷十二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